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變態超級原賽賽賽 去賽第三個賽事 今天的變態是 除了小花愛作李大宇表演 對賽雙方為 正方食馬可中學 和反方天子教授分文書員 現在讓我們介紹雙方便宜 正方主編許子惠 第一副變劉遠霖 第二副變黃如希 劍變黃欣濤 反方主變黃現代 第一副變梁希妖 第二副變黃欣激 第二副變成黃欣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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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高興正道三位評判 為今天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兼樂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 彭偉欣 中大便 遠遠辯論隊前隊長陳彥康先生 領南辯論隊 麥華麒小姐 本場比賽分 主編公編一副二副 自由編合結編 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提四 三三四 公編周圍五方兩分鐘 自由編周圍五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 緊急前三十秒有一釘提示 連周中則有釘兩下提示 超時十五秒則會連釘幾下 詳細坐胎之前已經發佈一個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主編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去今次的時間 主席蘋果座各位大家好 關落座早於1973年 在入本列車上出現 其他國家都相繼引入 至於香港 港列於2010年 正式實施了優先座 一年後 舊班與回駕巴士都增設了四張關落座 根據2014年立法會文件 設立關落座的原意是要推廣關落文化 令城下可以主動讓座給有需要的人士 但關落座出現接近十年 又是否真的可以成功推廣到社會的關落文化呢 正正相反 關落座的出現 前身了大量的批鬥事件 情況亦非香港還有 而同時出現在台灣、唐國等地 甚至台灣有超過八千人 因為北門關落座衍生的批鬥問題 而向國家發展委員會 建議廢除各案交通工具上的關落座 可見關落座無助推動關落文化 甚至會因為批鬥問題而變得更差 因此 行為編題成立與否 應甚至關落座能否推廣關落文化 若然 我方能證明不能批鬥 除消關落座利大於弊 我方正立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 推動座位平等促進關落風氣 透過大量宣傳 因此社會普遍將讓座聚焦於關落座 令到讓座壓力傾斜於關落座稅 根據2017年明光社調查 百成十堂者認為 坐在關落座上 承受的壓力會比坐在普通座位大 同一照查中 他的超過六成人士同意 設立關落座會迎向其讓座意欲 變相 令到坐在關落座的人 有更大的讓座責任 普通座位則無需讓座 令座位會有等級之分 最終不能普及讓座 因此九巴關落座設計者鄭貴興都承認 關落座未能做到法治內心的骨躍座風氣 違背政府原意 除消關落座之後 令到所有位置都是普通座位 變得平等 不再有差別之分 才可以除消關落座的壓力 即使坐在關落座普通座位上 見到有需要的人士 就會躍躁 推動真正的躍躁文化 第二 消除顯性迫指標 減少批鬥 究竟關落座是否真的可鼓勵 向所有有需要的人士讓座 現時各項交通工具 不論是車廂內的標籤貼紙 還是廣播 都只是鼓勵大家讓座被關落座標籤 的四種顯性需要人士 包括有長者、抱著嬰孩的人士 孕婦、行動不變人士 但就忽視隱性需要人士 例如生理期的女性 剛剛做完手術的病人等 例如台灣有四肢燒傷的粉塵爆炸傷者 由於不能斗暫而坐在博愛座上 被長者不問因由地責罵 又以香港為例 一名從事上門寵物美容的女生 因為流傷了左腳而坐在光愛座到 隨即有三名長者愕然相向 指責她霸佔了光愛座 反應光愛座惡視了人性需要 然而需要是無感激之分 即使是隱性需要人士都理應可以坐在這裏 除消關愛座之後就可以消除了座位標籤 不只是顯性需要人士才可以坐 普通市民或有需要人士都可以坐 減少批鬥情況 從而出進社會和諧 總括而言 關愛座令讓助壓力傾斜 亦忽略了隱性需要 不但對讓助者或受害者都造成差別待遇 想問有方 關愛座需不需要推廣讓助文化呢 多謝各位 請方主編的發言時間為三分五十七秒 無超時無缺扣分 現在請方主編發言 請方主編發言 準備好請向介紹一次 請方主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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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兩個錯 第一 錯不歸因 有科其中一個利主是減少批鬥 但批鬥文化出現的原因 根本與關愛座無關 因為批鬥的主因是有需要的人士被誤解 例如人稱需要者未被理解 沒有讓助給明顯的需要者 結果引來爭議 換算在一般座位 批鬥問題仍然會存在 例如今年二月十九日 一名男子坐在輕貼本座位上 未有讓作給身旁的婆婆 經過都給一名女士拍照 批鬥她是自私精 反問有方 取消關於座未能針對事件判斥 成效上可以減少多少件批鬥事件 如何俄促進你口中的和諧呢 而論證有件全面 今日有方以偏概存 即是以香港和台灣的鐵路 就試圖論證整條變體 但看清楚身後變體 並無限規定時限地域性 香港的小巴、英美同樣有設立關於座 由下方要取消呢 而關愛座並不是只局限的交通工具 有方主便並無討論過餐廳的關愛座 甚至就連排清區的避雨都持有關愛座 這些地方有沒有批鬥 需不需要取消 所以他們即是收窄便是討論範圍 這次論證便是並不合理 正本稱完 關愛座的目的並不是將讓座責任化 強迫市民讓座 關愛座的本質緯分為兩方面 一、提供實質的保障 設立關愛座是為了保障乘客安全 如前九巴員工鄭桂興所言 基於當時接近每天都有乘客濕平衡 導致受傷 搞措施設定在車廂內支持關愛座 二、成為教育的一部分 關愛座的另一個本質就是教育手段的一種 正如港鐵業都表示 關愛座的原意是推廣關愛文化 給乘客可以主動讓座 給有需要的人士 有關於世界當地實行關愛座的方法 截然不同 所以辯論重點應該是在於關愛座 本質是否存在問題 有方需要論證關愛座有根本性的問題 而且是獨有的情況 導致非取消不可 否則就沒有盡到正方的論證責任 要衡量辯題 就需要審視關愛座在本質上是否違反原意 並且在取消後否平衡各方持份者 否則辯論不成立 有方以為不能夠 原因有二 一、減少意外貧身 邁向無障礙社會 有需要人士在外出時後難免遇上困難 例如長者容易在車廂中跌倒 因此不適宜長時間站立等 關愛座則根據這類人士 為他們提供優先座位 因此980多年在設立關愛座一年之內 長者在巴士內濕平衡手術過往減少一半 可見其成效 相反取消關愛座之後 有需要人士在環環時間難以尋頭坐位 在周龍的情況下更加容易發生意外 更有可能因為主動請人讓座而產生不必要的爭執 因此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建議 不同的城市在車廂、餐廳等公眾地方 則是關愛座給有需要人士 過低他們遇上意外的風險 法文有科 世衛的建議是否有錯呢 2. 確立讓座文化,牽具教育功能 讓座文化同是一種抽象的概念 最多只能夠教導民眾要讓位給有需要人士 而瓜座就是代表著讓座文化的一種在體 體現並實踐著讓座這種行動 瓜座跟普通座在外觀上的分別 亦能夠出出提醒之用 所以倫敦家空局都表示在不斷的提醒下 瓜座有座乘客關心有需要人士並讓出座位 長時間在前面密集下,可以鼓勵乘客實踐讓座美德 2017年,遵理針對中學生所做的運動調查指出 會主動讓座給有需要人士的乘客高達96% 六成人更厭同瓜座的設立,有助培養養作文化 可見瓜座的存在,可作為一種教派工具,推廣養作文化 翻問有方,取消瓜座之後,載體消失 養作文化則只留於哭騰 對方一個實實在在的載體體現 對於推動養作文化來說,是容易還是難了呢? 所以想問有方同學,有沒有任何反而解決 取消瓜座才有所大力的問題呢? 我們各位 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相關有沒有問題? 好,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外面,做了封面 好,正方封面開始,你有多多多時間 再說一句,好,英皇,早安 想問你,你覺得關外文化是否重要呢? 關外文化呢?我方當然就關得重要了 好,謝謝,方向 既然你覺得關外文化重要的話 平時你也想關外文化,還可以推動到這個文化 好,想問你,原來根據理工大學 2015年,藥造文化調查指出 七成市民覺得藥造文化沒有改善到 甚至更差和設立關外狀的原因 會到疑似,是否反而有利? 所有方向我看的調查,我方向有講過 有三成同為關外文化有進步 但是有七成都沒有進步,為甚麼解釋? 但問題是,有七成加上有八成覺得關外狀的養造文化是沒有副作用 所以既然… 這個調查是說,覺得沒有改善 甚至更差,每個人都能夠解釋到關外狀況 可以改善到讓狀文化 第二點,想問你,讓狀是否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做? 等一等,先看清楚,有可能你調查 只是需要答我,讓狀況是否每個人都需要做? 不是,答問題是,有可能有個調查 你的前提已經錯了 因為那個調查是說,有四成的受訪者 認為是沒有變化,三成認為是有進步 最終的結果是,跟你說了 原來七成都覺得沒有改善,甚至更差 所以這一方面,不需要再討論 最後,想問你,最後一次,讓狀況是否每個人都應該要做? 不是,需要討論,因為監管是有八成的受訪者 一直都逃避過狀況,是否每個人都需要做這個問題? 原來七成都覺得,讓狀況其實都想更多人可以做 為什麼呢,讓狀況後場需要局方交代 而之後再想問你,讓狀況是否需要同時符合隱性和顯性的需要者? 其實讓狀況不是每個人都會強迫他做 不是的話,其實政府都可以拿到他規定的人 很奇怪,你覺得不是強迫,會否要做 那現在批鬥的選是什麼? 因為他就是不讓狀況,讓狀況其實還未有 沒有關外座,是否一定不會發生太多事 對,狀況你要林鄭亮 現在跟你說,原來這個 如果狀況這個,狀況的路程之前 也是個禮 好,好,好,好 接著輪到晚方公便,晚方請自由派出外面譽 請你自由選擇,正方的外面譽接受質素 一夫 好,晚方公便,開始了兩分時間 想問有方公關外座保障有需要人士安全和教育的原意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保障原意好不好? 很簡單,這兩個原意,好還是不好? 好 好,所以可能今天擔心的不是公關外座的原意 而只是執行上的問題 再看看世衛,世衛突然說過建議不同地方設立公關外座 是否有做錯決定? 不是有關 好,所以可能認為世衛沒有做錯決定 所以他都知道世衛的建議是做得好 所以今天目的很清楚就是保障了長者,可能會成的 所以變成現時的情況,現況的問題 同樣都是轉型的例子 九巴的例子有關外座之後 長者的變成少了一半 徐仙座之後的例子都存不存在 其實不是很明白 為何由來會覺得設立關外座就是保障一些長者 這個就是獎,九巴的一個員工跟他說了 所以先面對數字 少了一半,你除了之後的例子還存不存在 但原來看九巴之後的數字 原來一個 很簡單,回答我 究竟你除了之後少了一半意外的情況還存不存在 等等,你說一下一年之後的現況 一年之後也不是成談 所以可能這樣解釋到 除了之後的例子還成不成談 所以現況下具體的功能有分量承認做到 而除了之後,沒有辦法保障的長者 甚至是一個閉嘴都能夠確立到 所以他再問你,針對教育的功能 主要跟你說過 六成的學生認同關愛座 能夠教到他一個讓座的文化 所以市民都認同有教育的意義來欠向 其實不是這樣 我可以知道和你講 原來運輸選數字 一五年代 我講九巴的數字 可能我先不要吵架 所以針對教育的問題 你覺得市民都知道 能夠教到他們讓座的時候好還是不好呢 稍等一下先讓我解釋一下 原來跟你說九巴意外之後 是有升同兩成三的時候 你說你也解釋不到 原來這個關愛座有XD 這樣當然是講以心平衡的意外 就是跟你們說的剛剛的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解釋過運輸處的例子 我發佈說九巴是最能夠清清楚自己的見譜 明白一點可以拿一個運輸處的例子 詳細的反正正面 大家先回答 現在有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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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公面環節結束 輪到正方第一步見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介紹一次 主持人 提醒各位 大家好 先做一點很簡單的歸納 尤其是雙方都認同 現在需要推廣這個關鍵的辦法 只不過有可能覺得 現在這個關鍵文化 是一個很規模的東西 我們之後再看 但原來這一個 我剛才說出了一個 我們說現在這些餐廳 或者是巴士 不僅是家庫工具的 甚至是餐廳 食事 都需要增加關鍵的 但等一等 原來這些餐廳 設立關鍵的原意是什麼呢 原意就是要去推廣這個關鍵文化 所以最終歸納回來 原來無論是在家庫工具上 設立的關鍵 或是食事關鍵 原來越來都一樣 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去討論 其次是 原來今天有朋友覺得 我們再看看一些 變體上面的字眼 因為我主要 為何會覺得這個關鍵 應該去取消呢 它是覺得可以減少意外噴生 它舉出了有關的例子 但原來按照國人的邏輯 如果越多關鍵座 就可以減低了意外的風險 按照國人的邏輯 是不是要加到全車都是關鍵座 這樣才會將意外的風險 降到最低呢 之後可能你論證的方法 就跟我們講 九關數字跟我們講 一年之後它的成效高了很多 但原來我剛剛在公記的時候 都很想解釋清楚 但是我沒有機會 所以我又再說一次 原來現在專型巴士車廂 裡面的室平均次數 在加完關鍵座之後 是有加慢的 混輸除數字年初 原來一五年的九關意外 比一三年是加了兩成三 換言之 今天講的這個關鍵座的意外 原來你覺得是可以減輕到意外的次數 那為什麼意外數字會不跌反省呢 所以永浩今天你和我解釋清楚 而其次 我們在另一個字眼裡面有手 原來今天和你講的關鍵座這個字眼 原來它本身上面已經在付出 它遷入為主的這個風氣 原來所有的關鍵座都會強調 讓助給特定的幾類人 就例如是 香港就是有長者、孕婦、雙殘人士 和抱著一些小朋友的家長 但正正是因為關鍵座 它們強調了某幾種的需要 所以就鼓勵了大家 去忽視一些隱成的需要 我們先看看例子 原來2016年 一個左腳做完手術的市民 他坐在關鍵座 就被大神去砸牠不去讓座 所以今天有關鍵座 所以今天原來 關鍵座呢 因為有了關鍵座 才會令到大家先入為主 因為覺得 如果這些座位 是直接屬於一些顯性的人 而是沒有問清楚 究竟這些隱成的需要的人 是否真的需要這些座位 所以 當大眾繼續有先入為主的想法的時候 就會即時去揮鬥 他所主觀 望向他沒有需要的人 而不是去了解其他人的需要 根本沒有做推崩關鍵座器 各位 各位 大家好 剛剛公平的環節 世衛的立場有方堂沒有反對過 關鍵座下跨了之後減少傷害的數字 有方堂說不是 所以升了二成 而今天整體跌了五成的時候 究竟是否能幫到他們呢 所以有方堂說 剛剛一褲出來的時候 都嘗試回避 而是今天利位比較便提 甚至有方堂的利儲 第一 有方堂說今天取消了之後 批鬥自然就會下降 但我看主編已經說過 批鬥的出現都不關我的座 並沒有直接關係 我看主編的普通座 都有批鬥的例子 有方堂說是沒有回應過的 不然之 即使取消了批鬥 即使取消了關鍵座之後 批鬥同樣會出現 反問有方 取消了關鍵座之後 你如何確保批鬥 不會在普通座位出現呢 更重要的是 有方堂今天舉出一宗半鐘的 批鬥例子 都只是媒體過分放大 嘗試將它成為全成的葉劃 因此以誇張失色的個別 批鬥例子 退論這關鍵座整體 閉大於利又是否合理呢 第二 有方堂今天說 取消了之後 可以達自己座位平等的作用 而今天座位不平等 是否不正常呢 我們只見到 因為關鍵座和普通座位有分別 才可以突顯到它的原理 才做到我方所說的利處 所以因為取消了之後 如何做到有方和我方所說的利處呢 再加上今晚有方說 六成人坐過關鍵座 會影響這個讓狀意欲 而這個讓狀意欲是好還是壞呢 我方見到就是好 因為這六成人會更加願意 去讓出自己的座位 比較需要的人士的時候 可以推廣到讓狀文化 反問有方取消了之後 這六成人都不讓了 究竟如何做到有方和我口中所說的 可以推廣到這個讓狀文化呢 所以今天我方主要 我方義父在宮殿的時候 已經說過壓力不是源自於今天 壓力不是源自於今天 是因為他們誤解了 讓狀一種責任 而不是一種美德 所以今天讓狀是美德的時候 壓力根本就不會存在 而之所以有方和我今天有 如此方法的利處 都是因為有方和我不明白 關鍵座位本質 不簽證自己的論證責任 甚至有我方主要問過的問題 是否全部國家取消都利多於弊 是否所有交通公司的關鍵座都要取消呢 有方其實今天 主便只是舉出了台灣和韓國的數字 而今天英國、美國、加拿大等 澳洲等的地方 全部都行關鍵座時候 這些取消了之後 是否都是利大於弊呢 再加上我和今天都同意 例如餐廳、避雨亭、提款等等 其實原意一樣 因此應該在辯題討論範圍之內 而有方和我根本就沒有反對過他們的利處 今天一拼取主動之後 如何大致有方和我後中所說的利處呢 所以今天審視辯題 可以分兩種交通公司的關鍵座 來看 才是非交通公司上面的關鍵座 我幫助便宜論證過餐廳的關鍵座 方便有需要人士盡快坐下 照他們的需要 而狗巴除了狗巴之外 港鐵和導遊的關鍵座 亦都可以幫助有需要人士盡快坐下 不要跌倒 因此港鐵公司車務主工 蔡德鄭先生都指出 更來看到他都會承諾了 被需要的人士 而他的承諾亦都受大 而不論是哪種關鍵座都好 最重要的本質是一種價格的工具 希望可以同一個長期的提醒 令市民對讓座的名德潛而默化 做甚麼座都不單只是讓座文化 或者在日本座位 可以推薦到讓座文化 所以想問由方取消化後 為何由讓座文化消失不重要 還是讓座文化 會否取消後更為成行呢 多謝各位 鄭方第一座面發言時間為3分 鄭方第一座面發言時間為3分 鄭方第二座面超時 不需求婚 現在請鄭方第二座面發言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大家介紹完遲言 主席 評判 各位 大家好 首先我們今天有兩方面 由座文化來煮 首先第一點成效上 今天有座文化一副舉出的例子 就是餐廳有關外座 但是餐廳有關外座的話 如果有一個胃痛 如果有一個胃痛的人 和一個表面上 一個現身需要 一個婆婆在那裡的時候 一個胃痛的人想吃飯 但就因為關外座 令到他不可以去吃 看不出他是不是有需要 所以令到他不能去吃飯的時候 有座文化會不會覺得 他照顧不到有性需要呢 而有座文化論點而言 可以有一個代表、一個載據 有座文化會覺得關外座 可以前言物法去教育他們 可以配合政府的教育 但如果好像有座文化所說 這麼大的成效的話 沒人知道有座文化所說 你推動到關外座的風氣 是應該圓圓的聲音 但原來見方跟我們說了些甚麼 見方原來跟我們說到 就是關外座 一一二零一五年 理工大學的調查 跟我們說到關外座 有七成人認為 對於這個養助的風氣 是沒有改善 甚至是有衛署的時候 為什麼有座文化覺得 是要繼續用這個關外座的方向 去配合政府的教育呢 而不是單索 我們成為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去教導他們 無論甚麼時候 都可以主動地去養助呢 而原來原來 原來原來原來 原來原來原來 是會覺得讓座對他們有利處 但原來那些利處是怎樣的呢 原來一七年明光審者調查指出 八成的受訪者 是認為在坐在關外座的時候 所承受的壓力 被普通座位打 門司有康文化覺得 那六成人對他們有利處的時候 原來那六成人都是因為壓力 才做到有座文化所說 他讓座這種行為的時候 有康文化覺得壓力 迫到他們讓座是好還是不好呢 而有康文化覺得 其實有康文化覺得 不可以取消關外座 都是因為他是一個在座的 他們是一個讓座 原來我一副都解釋了 原來原來讓座 有康文化所說的讓座行動 跟這個讓座文化 甚至關我的文化 都沒有關係的時候 他和我一副都回應不到 而且今天有康文化 其實忽視了這個批鬥事件 原來當中有康文化所說的 讓座行動有一部分 都是因為這個壓力 迫到他們才做到有康文化的行動 而一身明光審調查指出 六成的中華先生認為 批鬥事件會對自己造成壓力 從而迫到他們去讓座 有康文化的讓座行動 是因為壓力急回來的時候 根本不代表出現一個好的風氣 而最後簡單問有康文化 他用批鬥去找一個座位 是否都叫一個好的風氣 是否有康文化 一直想繼續的風氣呢 而今天有康文化 我覺得這個批鬥事件 是越批鬥事件 人的責任和關外上市 但批鬥事件的報告 正正就是關外座 可以看到的是 批鬥事件有關外座 有關外座 有關外座的導火線在的時候 批鬥事件依然會出現 而有康文化說 取消關外座之後 批鬥都自然會出現 本來之前有康文化 都承認 變行關外座制度下 都會出現批鬥事件 如果有康文化要將批鬥去歸零 的話 明明是有康文化要求過高 將來取消過後 不會因為有批鬥 因為介入令他們 去彼此溝通 而不去批鬥 而批鬥少了 已經是個例子 有康可否否覺得 可否取消關外座 都可以批鬥事件 謝謝各位 正方 批鬥事件 1 回3分 上1 回超時 才可以批鬥分 然後是反方 批鬥事件 你又3分 準備好請到解釋師傅 各位大家好 有份唐人主機時 跟你們說幾個例子 有韓國 有台灣 有香港 但是一批二批 一個例子都說不出來 甚至根本就沒有和你討論過交通工具、運輸工具演磨的其他關係 所以有可能無論是正在變題 根本就只是論是香港的現貨 或者只是運輸工具上的關係 根本就不是論是整個變題 所以有可能根本就沒有進入自己的論證責任 所以看回變題 利幣變題和解決一下得失 有可能我今天可以和你講些甚麼呢 就是和你講一個理大數字的前場 和你講七四人認為是有負面的影響 但那個數字我看過 裡面是有三成二 認為讓作文化有改善 四成是認為變化不大 所以加上是接近八成的市民 我覺得關內造對讓作文化沒有負面的影響 更有三成是覺得有進步 有可能你今天是要取消一個政策 是要取消關內造 為何可以單純因為八成的市民沒有負面的影響 甚至有進步等於要取消呢 有可能我今天就直接落侵 沒有解釋過你的數據 所以你剛才說電放大力有甚麼問題呢 第一是跟你講有批代的問題 等於他已經跟你講了 批代不是原始關內造 所以普通作文下同樣都會有批代的情況出現 問你究竟會少了多少呢 有可能又不回答 所以有可能我經常跟你講 不回答是因為關內造有壓力 但怎樣壓力呢 壓力就是因為批代 而你取消關內造之後 批代依然存在 壓力就是依然存在 究竟為何壓力可以減少呢 有可能根本就沒有解釋過 第二有可能就跟你講 因為你關內造不可以幫到全部人 一些人性壞的人幫不到 所以就要取消了 但問你仔 究竟怎樣人性壞的人士呢 是你取消關內造之後 究竟怎樣幫到他們呢 有可能也沒有解釋過 而今天的變態呢 不是只有風浪 不是需要有風浪來交代 究竟現況下關內造存在甚麼問題 而大家看清楚 是徐師好關內造 為何你大於敗 所以有風浪你根本就沒有解釋過 究竟怎樣徐師說了之後呢 對你口中所謂 一些批代的情況 對你口中所謂 一些有隱性壞的人士 是更好的時候 你究竟認識到甚麼呢 我方真的看不到 所以有風浪更奇怪 標準跟你講 就要看關內造 是否推廣到關內的文化 但明明有風浪有成 現時現況下 六成的市民受到關內造的影響 所以影響之下 他們能夠做到讓作 為何不是推廣到關內的文化呢 而是否關內造 只要它推廣不到關內的文化 就應該要取消呢 不是 因為有可能我們更加要解釋的 就是取消關內造之後 整體社會的關內文化 可以怎樣提升了 有可能你根本就沒有解釋過 你出來的時候 變態可以怎樣成效 究竟你得到甚麼呢 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解釋過 而現時 看回香港 現在有關內造的地方 例如巴士、港鐵 甚至大多個吉野家的餐廳 港鐵全都是建業的龍頭 有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如果關內造在這些地方 全部消失 正是代表著龍頭批 甚至是政府帶頭去莫捨有需的人士 帶頭去淡化讓作的美德 有可能共同自己關押了讓作 讓作是用美德 而不是用責任 如果有可能你覺得 每一個人都應該讓作 政府是否立法規定的讓作 不讓作就應該去坐牢呢 所以 既然政府既然龍頭批 帶頭淡化 讓作文化可以怎樣去培養 有可能兒庫就沒有解釋過 分一副的問題 所以關內造 原意好 現況大家已經沒有太低的問題 但除了之後 究竟能夠實質上帶來 帶來什麼理解的討論程度 反而是本身有問題的時候 為何不是病毒於你呢 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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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會面發言時間為三分十幾秒 會沒有超時無需考慮 現在進入自由變論環節 雙方只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多毛方發言時間用語 本人會宣布原理一方聖略時間 請該方可自由看出一位或多位邊緣發言 而每位邊緣都必須在五個環節發言 如五個環節結束時 在場日次發言有邊緣和未發言 該邊緣所送的方針會被 每位平均方針扣場 其他人請問雙方有甚麼問題 若無自由變論環節現場開始 請正方自由行的派出一位邊緣首先發言 各位大家好 請問由方人人約座是否最理想的情況 你選擇的方向同學 齊千均的病情 十八均人體育都有瓜座 這些瓜座究竟存在甚麼問題 好同意人約座是理想 那蔡光耐座訓練的人 就有更大的壓力 他讓座 那怎能做到某人約座 可能那些人就是這樣咬了 他的樣座是賺慮 但要座不是自己都不理得 但先回答 這些葵政區的鼻庭 看會否有任何關於座 但實際的例子跟他說有問題 你覺得人人都要讓座 但現在跟你說六成的人 都覺得有了關於座之後 讓座意容下降 是下降 想問一下你下降 怎樣做到人家都要讓座 六成例子 讓座意容下降 即是不知怎麽問題 因為他變了下降 先回答個問題 究竟那些鼻庭呢 葵政區有甚麼問題 你的老婆可以回答他 他講了下降 之後不是講了 他說不會了 不讓座 就是因為有關內座 你怎樣解釋 所以你可能面對著運輸工具以外的其他關於座 有關於座意容下降 有甚麼問題 所以運輸工具以外的關於座 取消弊大於座意容下降 就針對你恐慎的影響 才不會影響到的人 可以針對剛剛六成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只能論證到關於座意容下降 只是迫使用某部份的人去讓座 可以做到普及讓座 達到你的政策願意 再說 有可能你跟我們說 唯有聽公共運輸家的座意容 我就不理會說 現在餐廳裏面有個阿婆 還有一個胃病的人下降 有關內座看 就一定要比較好 為何不理會胃病的人 所以阿方同學 今天實際例子都沒有了 所以現在非加勞工具的關於座 的確有成效 請問阿方同學 剛才同學六成的人 會影響到什麼樣子 這個影響是好還是壞 甚麼有成效 我問你為何不理會胃病的人 想問有方 你不斷說六成這個例子 想問有方 你為何關於座意容下降 會影響到這些人的醬醉意容 無緣無故又兜兜轉轉回說六成 你也會認不出 又不我們說六成 現在跟你說 胃病的人為何不理會胃病的人 為何不理會胃病的人 為何是假的 這問題是實際例子 有甚麼實際的例子 他們說出原來非公共運輸家 被人被批准 那可能代不出來 就先針對六成的數字 解釋清楚 為何會被人影響到 跟你說餐廳裏面有個關改座 關改座要求讓人先讓長者坐 現在有沒有胃病 以及有個長者排隊 你就是想要長者坐 所以為何不理會胃病的人 所以有方同學 因為有個胃病 即是隱性需要的人 但你說的隱性需要 即是你根本看不到 你的需要在哪裏 所以就算你在餐廳 在美女城 就算在港鐵 你都看不到他的需要 你如何幫到他 所以有方同學 不是承認了關改座 不能夠顧及到隱性需要 不是的 但問題就是 有方同學你要論正 除此的關改座 為何更加能夠顧及 為何可以 有個關改座 你根本不知道 我胃病的人 是有沒有需要的時候 很明顯就是 顧及不到隱性需要 而取消過之後 你能夠正確的教育觀念 教育他們去溝通 所以就可以顧及 顧及有性需要 所以你取消過之後 依然是見不到個人 沒有需要 所以普通作下 都不能夠幫助 所以方同學說的 教育就要解決其他問題 關改座不是教育 而現在不是說 你的關改座是 創悟的教育 你教別人 不管餵病的人 他們先給長者 所以你覺得 教他們 他們就會理會長者 理會有需要的入詞 是嗎 是呀 所以關改座地下 同樣都教他們 你那幫人搞定了 有什麼問題呢 關改座 只是你長者 任務付著小朋友的家長 和生產人士 其他需要 不用理會 所以關改座是教育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今天這麼大的問題 一定要取消 關改座只行教育 所以問你 九倍的例子底下 不如答案 少了一半的有 你會不會有問題嗎 有問題 加強教育 但今晚我做這個教育 應該是錯誤的教育 那有方法要加強一個錯誤的教育 而不是改變一個正的教育 有方法 為何錯誤呢 因為問題是有方法 有批的情況 但批的情況 你可能從沒有解釋過 如何取消了之後 批的情況就不存在 所以答案 九倍的例子 少了一半人摸摸不好 少了一半人 之後升班 為什麼升 升贏了 二成三有方法 所以二成三升 我們說跌一半 即是正直 都有似乎三成的問題 確認的時候 我們說三成的問題 三成的長者 跌倒少了 那麼多人跌倒都不是好 所以我覺得 跌完之後升班 都覺得沒問題 所以我可能 你口中中下 會不會覺得 隨之下之後 更加多人跌倒都沒有問題 現在是說 有了方法之後 那些人都繼續跌倒 但是 如果你沒有掛罪 五成一下 都不會出現實 你覺得這樣 還是對內外界的情況最好 又怎樣最好 不知道有方法說什麼 我想問一下你 現在 我和你講的 這個 關節病友組織 危機會主席 幾位國指出 他關節癌患者的時候 他要戴著拐掌 以示自己能力不變 減少釀授的時候 會尷尬的情況 如果關落作 可以顧及到 隱性需要的話 為什麼他們要去 刻意犯填性 有方法不要允許 剛才那些人 剛才那些人 升了二乘三 但如果你取消掛狂 不是想升了那些二乘七 那些人不行 蛤 怎麼會升了那些二乘七 再跟你說 為什麼那些人 會去刻意扮演性需要 所以狗白的例子 有方法承認整體 的確是跌倒人 跌倒人 所以有方法知道 以為的確能夠帶來成效 所以有方法 擔心演性需要的人 其實都是那些人 取消了之後 更加不明白那些人 有什麼需要 為什麼要幫助他們 其實真的沒有 那就是有方法 為何說得定完之後 升到那些有性效 其次我想問一下 為何他們要刻意扮演性 所以狗白的例子 不會跌倒 但如果脫消掛狂 一點都不會出現 所以我先回答我 如果你是學校中授法 那麼想幫一些有性的人士 脫消掛狂之後 普通的座位 為何能夠幫助他們 那是不是理論證不到 關內座 可以顧及隱性需要 不是啊 理論證 為何脫消掛狂之後 能夠更加顧及 有教育 教育 關內座同樣都是教育 但是關內座 正確發言時間湧盡 反方還有十五秒的時間 還有一個大家好 有方法經常跟你說 單靠教育就行 但文官全世界不屬於國家 哪個國家是單靠教育 單靠教育就行 單靠教育就行 這個文化沒有 而教育就行 正在教育體驗的時候 明白嗎 有方法通的一學章 不過我還沒有教育 反方發言時間 已經用章子右邊路環節結束 現在是見面環節 雙方見面過 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就是這個文化的 像中文化的 是說多了 很脆的 極端的 大家有時間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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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了後就可以減少批鬥的文化 但問題是我問過你 它可以減少多少數字 有方全場都沒有 所以問題是有方自己也確保不到 一定會減少批鬥 因為有方你自己所說 取消完之後 一種隱性需要的人 一種隱性你都看不到它 所以甚至公便問你 你承認世衛電子的建議 有方自己也承認是對的 但問題是有方自己的話 不是的,現在做不到實質功能 因為沒有人宣傳專型巴士的數字 升了二乘三 但有方自己運用錯誤資料 因為升了二乘以後 我今天所說的整體都跌了五乘 所以依然升了三乘 數字一樣跌了三乘 數字一樣跌了 甚至有方數字只說專型巴士 而我方說的只是九乘 所以我方今天不要偏概全 甚至針對今天有方在批鬥的問題 批鬥從來好像我方義父所說 並不是因為關愛了鬼的問題 而是因為又混淆了責任和美德 所以主編的例子 如果取消了關係之後 就算普通作為 一樣會有批鬥的例子 有方其實全場都沒有回覆 所以說到底 取消了關係之後 依然都會有混淆責任和美德 有方你所說的批鬥的問題 而這批鬥一樣會存在 不明白方離處哪裡產生 所以第二就是有方自欺欺人 他方指出可以幫助人性需要的人 他取消了關係之後就可以坐到一個位置 但有方全場都沒有認證過 為何取消了關係 就可以馬上看到人性需要的人 為何取消了關係之後 就可以馬上回覆他 有方只是空泛地說了一些邏心性的問題 所以第三就是有方藥石斷頭 有方自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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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欽 甚至有方批評我方 今天有關於創的教育 但為何是創的教育呢 說到第一次不知 因為有方今天口中提出的問題 批鬥文化 但有方已經解釋了 所以今天看到教育和關於作 從來不是易分化 因為關於作從來都是一個實踐的手段 就是一個教育的手段 所以有方甚至問過你 如果有方覺得只有教育這麼有成效 那有沒有國家是這樣做 有沒有成效有沒有熟悉呢 有方其實都沒有證明 所以去到比賽尾聲 雖然作為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何鼓勵兩者一定要非關於作何不可 其實答案就是很簡單 因為新教會遠重於研究 幫助作為一種教育實踐的手段 對於香港人來說是無聲的語言有形的榜樣 所以當香港人見到 坐在關於作上的人主動約了之後 亦會在潛移文化之下慢慢回流出醬作文化 醬造出更好的下一代 但同時針對一些老人家和有需要的人士來說 他們希望就是不要在車程中發生意外 避免累幾類人 這就是他們最悲鳴的願望 有方又如何擴保障色的關係之後 老人家跌倒的數字反而不會上升呢 因此今天見到問題 不可以好像有方敢抹殺了他本身的原因 斬腳趾、被殺蟲 也要正視問題對證下藥 最後一個位 關於作文好像有空所說 只是國客好像有空所說 國客那些車廂等等 甚至連不同的體育館都有關於作文 這個問題就是關於作文 可以避免這些幫助到人家的原因 都是各位 特地作為有藥坐任務 彭坤前面發言時間為4分 授成要報超時 5分補分 最後有正方主臉總結 你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先詮進影片之一 主席、評判、各位各位大家好 今天大家都不會反對的 虐座是一種美德 但是光月座的出現 赴予了特定作為有虐座任務 而坐在上面的人變相就比一般座位要承受更多的讓座壓力 但我們不妨想一想 當讓座不是法治內心 而是因為政策施加壓力才讓的話 還是不是我們想要的關外文化 同樣,孝順都是未得 我想大家都會想由心而發地孝順 但在中國內地竟然出現了老年人權益保障法 俗稱孝順法 通過法律要求子女孝順父母 如果子女等家庭成員不探老人的話 老人甚至可以提起訴訟 等於強迫子女去孝順 強迫行線 隨即引來異議,甚至評擊 可見任何美德 一應施壓,順即變質 所以用壓力去迫使大家實踐美德 根本就不可行,甚至適得其反 總結全場,先歸納雙方目的 我幫主辯、公辯、副辯都告訴大家 關外座的推行原意就是要推廣關外文化 重視讓作者的個人意願 有方和我亦同意讓作者同時都要包含關外 因此不論取消還是保留關外座 雙方都希望推廣關外文化 既然雙方目的一致 我們分歧就是達到目的手段 我們先來看看有方如何反駁 有方一副、二副都跟我們說說 取消了關外座之後,仍然會有批鬥的情況發生 今天我方指出會有批鬥的事情發生 有方有承認 但有方雖然說是批鬥者自己的責任 與關外座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批鬥的動火線 難道不是人人以為關外座一定要讓 不讓作就是錯的這個觀念嗎 如果不是,為何大多數的批鬥事件 都是發生在關外座的爭執之上 所以見到的是關外座的存在 才引發更多的批鬥 不是因為批鬥者的責任 在自由辯論環節 用了餐廳這個例子 餐廳亦有關外座 但又有長者和胃病兩個人 現在關外座在關外座的錯誤教育下 就會先幫助長者 所以關外座就表示了 關外座占視了隱性需要的人 有方說我們除了講交通工具的例子之外 就沒有其他其實不是 這個也可以解釋了 無論是甚麼情境 關外座這個錯誤的教育 也只是突顯現性的需要 就忽略了隱性需要 最後今天有方也很著重 關外座讓不讓作的成效 但只是為求達到目的而忽略手段 從來都沒有理過關外座底下被迫 不是見到有成效就一定要做 日約在背後的原意做 達不達到他本身的原意 今天羅方由教育入手 根本就無需理會有沒有關外座 因為人家心甘情願 見到有需要的人就會想幫 而不是叫普通作為 而不是令到普通作為的人 覺得事不關己 並不是要等需要的人主動去講 做得到的成效 甚至是全車人 全車人都會主動去讓作 給有需要的人 並不是只有四個關外座 符合原意又有成效 良全其美 還有各位 讓作是社會所認同的價值 但關外座是否真的做得到呢 的其量好像有方說到短時間裏面 迫到大家讓作 但迫部分在幫外座的人讓作之後 原來普通作為的人不會讓 甚至更加抗拒 那最後因少失大是否值得呢 所以真正主動有心而善的讓作 才是正要靠正確的教育 其他方法只會扭曲原意 應該早早抽身 幫外座教育失措 隨時謝忠報 多謝各位 發言時謝忠報 接近17秒 超時2秒 須以靠採奪分 永賽告一段落 大家請留在元偉手等一行 翻戲 隨時謝忠報 請庭מן科 onderorschham 位代表和外楊サ紳 在校連 好 今晚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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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會比較好 例如整場焦點 大家都在討論數據的運用 就是2015年和2013年的不跌反徵 還有反方設立了關落後 數字跌了五成 我覺得這個數字上 我覺得正方的PTR已經做得很好 不過反方的預見這個情況 你應該怎樣更加有效地去做反應 我認為不是那種跌了五成 然後又升了一點 然後那個比較我覺得不合理 你應該說的是 有關內作和沒有關內作的前後比較 這個才是關鍵 因為2013年和2015年 其實大家都已經有關內作 所以你是不能夠抽出那個Factor 即是關內作的Factor 然後說有沒有關內作之後的比較 而你的數字真的有和沒有關內作之後的比較 所以你的數字是理應和這個關內作更加 關聯性是大一點的 所以你如果能夠降到這個位置 你就不用在整場正方跟你說 他也是不負責反映 不負責反映 屬於狗辭很久 第二個功夫的朋友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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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therefore 反方今天他們所說的情況 他們都認為是美德的 所以你應該去攻擊反方覺得 其實現在關外作為做不到 透過美德去讓做 應該更早的階段 就是一副二副的階段 你就要抓得到反方這樣的立場 說要推廣一種善心 一種善意的關外的樣作 而不是一種壓力的樣作 如果是這樣的話 現在出現關外作的樣作是一種壓力的 而你又花了很多時間論證 這個論證不是自說自還的多作攻擊 我相信你的點就不會只有隱性的位置 至於整場政方很強調隱性需要 其實作為反方 對於這方面的回應 我其實覺得是較為薄弱的 如果你參考外國的情況 其實對於隱性需要 第一 按照你的主線的話 隱性需要是否根本性還是要取消關外作 你本來是說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才能取消關外作 隱性不略了隱性需要 是否根本性的關外作問題 那你當然可以確定了 第二 其實是否隱性需要 就不能夠解決問題 那你們就要想想 外國的一些情況就是貼紙 隱性需要貼紙 隱性需要貼紙 孕婦是可以去到埋的位置 會亮燈的 下埋就會亮燈的 那你也可以想想 可以運用這些例子 去回應對方隱性需要的攻擊 大體上就這樣 就這樣 謝謝 謝謝現在 再請中大辯論隊前隊長陳奕康先生 可以享受雙方表現 可別的問題 那我也是坐在這裏說 那我跟剛才 陰林先生說 其實今天最主要 我覺得正反雙方 最大的分歧 或者有一點 最少 我自己去判斷那個 內容上面哪一邊好些 真的很主要來自 那個面題設計 就是取消關落在地大於法 因為其實 他準備政方的時候 很容易會 流於停滯了 在說的話就是 現時關落在地有什麼廢處 即你是說 保留關落在地大於利 或者關落在地設計大於利 但是究竟取消了它之後 為什麼有一些實際的利處 其實是可難講得出來的 反過來其實 反方也是一樣的 都可能會說 就是關落在現時 如何理大於法 但是如果取消了 即是實際的廢處 那我又會覺得 反方是一個關聯的地方 所以 和我今天 其實政辦相關 其實各自都有講到 剛才那個關鍵之處 政官有嘗試去講 那你取消了之後 就不會再有那些 隱症和顯性 那麼明顯的分別 就是不會有一個 類似的強歧視的外面 於是究竟呢 其實這個就是關鍵 今天反方不斷追問 就是政方 你覺得現況有的問題 其實取消了即是有的 但是你自己想做的 那種真正的推廣 或者那些真正的幫助 反而在取消之後 就不會更好 反而會更差 那它就保持著 這種立場的攻擊 而反方自己有提到的 就是原來今天取消關鍵 做的拜訓在哪裏呢 就是會令到那些 長者會跌倒 嚴重了 還有就是會令到那些人 完全不會再懂得讓助 那六成人 由本身有讓助意識 就會變成 勸絕不讓助 冷卻動物 那樣 我覺得反方其實 在邏輯上是對的 因為你真的有習慮 他講取消了之外 為何是偉大於靈 所以邏輯講完 就回到實證的局部 今天我覺得 其實政辦雙方 第二個想提點的 就是那個資料的運用 今天雙方在公辯 其實都是同樣的策略 都是想用一個資料 去攻擊對方 或者去鎖定對方的立場 但偏偏兩個的運用 都做得不夠好 首先就是講政方 那個理大的調查 那七成沒有改善 還有是更差 然後反方就說 不是 也有看過 原來當中有三成多 是覺得有進步 四成多覺得沒有負面影響 加上八成人都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真的出現這個情況的話 其實兩邊的資料 就不單止是七成 和測細的數據 而是直接是茅團的 因為同一份研究 不會有七成人贊成 和八成人反對 即是由半 即是說你 就開始進入一個資料的對抗 就是要你去須評判 你那份資料 或者你的說法才是真 那有甚麼說法 可以令到我覺得你那樣是真 譬如你有更加詳細的出處 你有對於那個調查 或者那個研究方法的一些說明 或者你去指出 為何對方會看到那樣東西 而不只是說 我那份感寫你不要吵 當然你的語氣不是這樣 但剛才的感覺上就是 只是重複多一次自己準備好那個說法 根本就沒有去指出 那份資料可順一點 於是就變成了 無論是公還是手 都不會有一個特別大的優勢 而這個資料還要用全場 即是不只是公面出一次之後 就不用了 變成是主論點的支撐 所以就有些危險 其實反方是一樣 反方今天就是講 九八的數字 有身平衡 但是第一 那一年推行了一年之內 就已經有一半的人 可以受惑於關我做 我覺得是比較誇張的 第二件事 關我做推行到現在都十年了 用那些更新的數據 第三 其實班師的設計是有改變的 譬如可以增加了扶炒 以前扶炒只有一層 現在有兩層 那些樓梯又加裝了不同的編語 和那些不同的設施 即是說能不能夠歸因下去 關我做的成效 那些人少了跌倒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你自己說的 是有四類人的 那你只說長者少了跌倒 為何等於其他人都能夠受惠 那會不會反而其他人的受傷數字多了 再加上就是 其實當對方說運輸署的數字 你就說九八是最準確的 但是你自己一開始說 關我做不可以只局限於很少的範圍 但是你只說九八就覺得很厲害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雙方對於那些資料 或者自己最主要論點的那些支撐數 根本就是 立場是站得很危險的 或者在反駁對方的時候 很容易會露出馬腳的 有些black fire 我覺得這就是 運用資料上面可以改善的地方 最後一件事就是 立場的問題 即今天如果 一些反駁技巧上 怎樣可以發揮好自己的立場 今天其實正方有一些東西 可以似一些兩難去問對方 譬如你可以問一下反方 覺得現時究竟 推行的關我做十年了 那是否沒有任何批鬥和攻擊的事 是純粹因為關我做而起的呢 是吧 因為對方會說 其實有沒有關我做的批鬥 對的 我們很強調就是 有關我做之後 會多了一些關於關我做的批鬥 那麼取消了關我做之後 至少這一部分會沒有了 其實可以慢慢地去 迫問對方 是否真的會少了一些 我知道不會說到你 但是針對關我做的事件 會不會少了 那一定是會的 就是邏輯上一定會的 好了 然後第二件事可以問 那現在人的關我 或者讓做的意識 是否高還是高呢 那如果已經很高的 那取消了關我做也沒什麼所謂 那些人都已經有讓做意識了 即是不需要關我做 就馬上去轉動養 那如果是低的 那就是證明 走到關我做十年 都依然沒有幫助 在教育上 那所以這些高 他又講不過去 低他又講不過去 就是兩難的問題 可以嘗試一下去反方 反方 其實反方都是一些類似的位置 可以這樣做 去質疑政綱 譬如說 今天你說到 關我做的事件 是這麼差的 是這麼差的 其實本身我們社會上 很多 拿來保障 譬如雙殘人士 或者是不同地點 你也說不同地點的設計 不然國家的設計 都應該取消 是否完全無可事的空間 簡單來說 你可以問問他 為何關我做有問題 就一定要用取消 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利潤 為何不可以是改善 或者是優化 還有其實現在 即關我做上面的那些 批鬥事件 可能取消了之後 會惡化或者加劇 你怎知道不會 我覺得這些 你也有去白問的 但是針對著對方 對於取消關我做 是不是你打於不 這件事 我是很後期 去到義父才看得清楚 就是你開始 去迫問別人 是的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但為何取消 之後會去 如果人們可以放在更前的部分 去迫問政方 那效果可能就更加好 那這些就是我覺得 在反駁 或者在攻擊上面 可以做到更加好的地方 那我想時間加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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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請 明南大學 辯論隊 隊員 麥華琪小姐 雙方表演 給予一些評語 我也是坐在這裏說 其實前年那兩位評判 已經對雙方的一些 可能最主要的爭拗點 和那些交給我 都演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就想略略地說 三個主要主線上的問題 然後再說三個 這一場我覺得 我會擁有一個迷思 希望大家可能知道 我可以再想一想 那如果是三個主線上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就是 我對雙方主線的立場 其實有一個奇葩在這裏 那個奇葩就是 正方就是說 取消關內座 利大於弊 法方說 取消關內座 不是利大於弊 這樣說聽起來 就好像很開幕 但是剛剛那場比賽聽起來 只是一條雙辯題 正方就是關內座 利大於弊 反方就是 正方關內座 利大於弊 反方 關內座 利大於弊 這樣聽起來 這樣也有差異 但是差異會出現什麼問題 就是大家都會 不是取消本身這個動作 其實它有一個意義在這裡 而我看到 如果一個政策 如果在政策面題 或者一些面題 是關於一個動作的話 首先你要說 這個動作 做的時候的原因 是否合理 以及做的過程沒有問題 我才會信服到定法相關 正方一開始主線的設計上 其實都不錯 都會有說 兩個取消了之後的利 例如推動作為平等 例如取消顯示指標 但是你們的標準 一定有些奇怪 就是到底是否能夠推廣文化 推廣不到就取消了 我聽這個標準 就會覺得奇怪的位置就是 如果當一個政策 一個東西 它未必能夠滿足到原意 當然可以成為取消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它未必能夠強烈到 我真的要做取消 可發系列 例如優化 例如加其他條件 所以 而且會及到你後面那些 其實都說 關鍵了 取消了之後 其實是可以改善一個文化 又或者可以大一點深信 純粹可以成為標準之一 我覺得 如果加了 稅務費會比較強一點 如果是反方的話 雖然你們主線上 即是主線設計 沒有問題 純粹是你們主面稿寫的時候 就比較傾向去講 關鍵座本身的什麼理 然後就說 沒有了這些理 就不要辣 然後就沒有說到 比較少去講取消的廢 不然我覺得可以更加多 是執著於取消的過程出現什麼事 又或者沒有關鍵座的時候 發生什麼問題 這些本身就應該成為你們論點 而改改字眼 本身整條線應該會出得完全一百分之一 這樣滿足了我剛剛的要求 所以我覺得純粹是寫的問題 而不是說的問題 然後到第二件事 到論點了 我認同 政反雙方 兩個論點 全部是起點的 你們的起點 都是推廣平等 取消免性指標 保障安全文化再看 我認同 但是你們這麼純粹 未必真的去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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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政方的推動作為平等 因為那些人又釀了壓力 普通座位 就未必真的有一個讓助而用 但是我會在想 你說的都是真事 但是所以呢 所以它取消了之後 是不是就等於這些情況去改善 改善的時候 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就是你本身的論證 最強的那個位 就是你論證角利的座位 結果的存在 但是應該就 未必剛剛那份稿件 未必真的會出到 可以思索一下 盡量把那個論證的重點 埋回到結果那裡 那由於反方那裡 那由於可能你本身 就會比較傾向的 講法內座 本身有些什麼的重要性 但是呢 之後會說 如果這個重要性 真的那麼重要的話 那為什麼你要取消它 然後變成了 它對於理處的一個風 那麼 我會期望你 把它盡量講成一個謎處 例如如果沒有了這些安全問題 反觀沒有關外座的時候 會出現幾多幾多的事件 幾多幾多的意外 那這些就是取消關外座 不是你難以為 而這個謎處就是你講的 講的例子 那所以這個是 通通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之後再例子方面呢 兩位評判都講了很多 那正方的建議就是 可以再找多些少少不同 多元化的例子 反方其實呢 例子是多的 而你們剛剛正方呢 剛剛的主編 都開始講了 這條電題是不限地位 不限時間 所以應該你們 都要有關的狀態 應該值得好 那我聽到這裡的時候 OK了 聽到歐的例子 但我最近呢 我聽不到 我覺得可能大家 如果再講講歐的例子的話 就會 那個說服力可以更加強 那然後講三大迷思 那這三大迷思呢 其實呢 純粹是想讓大家brainstorm一下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 之後再想一想 首先第一 有壓力 是否就等於有問題呢 正方呢 很多的 對反方公約就說 你有壓力造成 一些人做善事 那就不好 但我就會在這裡問 其實所有的未得的實踐呢 都是本身 是用那份壓力去驅動 你才會去做一個善事出來 那 例如 我們會看到 就算 中國本來跟你說 人性本善也好 他們都要用教育 來把他的性本善 發揮成一個實質未得 所以 無論是教育 無論是與人相處 被人的眼光所看著 其實各種不同都是壓力 例如 其實你的家的壓力 不是只有批鬥 你的壓力有兩種 第一 是批鬥 第二 是怕被人批鬥 是這兩種壓力 導致班人會因為坐在高下座 所以 就會去 傾向去讓狀 而在這裡 我就會想的問題就是 壓力本身是必然存在的 所以正確你要論證的是 有什麼壓力 是不應該有 而那樣壓力 來自關外座 所以關外座帶來的壓力 是應該透過除非關外座 來算 就是這樣 另外 第二 什麼叫做由心而發 這其實就是上一個迷思 所牽連的思考 例如我們剛剛所說 就算人本身是聖善也好 他也要經過教育 他也要經過很多不同外座的壓力 去導致他可以做這件事 那我想問 那教育 你可以說是由心而發 但是為什麼怕眾人目光 所以讓座的人不是由心而發 那由心而發的界線在哪裡呢 而最重要的就是 由心而發這四個字 已經是正方的全場不停地出現了 那所以呢 對於這些這麼虛和的字 就更加要用一種比較實在的例子 或者輪值去畫 這個界線在哪裡呢 那另外 第三 就是不平等 有什麼問題呢 例如你剛剛會說 那有個老婆婆 然後有個孕婦走過來 我們會看到她 可能很需要幫助 我們會主動幫 一個普通人走過來 我們不會幫 原因可能是因為她的信息不中 我們不知道她本身有其他需要 我不是說他們兩個都不值得幫 可能我可以說她本身自己很不舒服 我勁托 兩者都要平等 但是呢 需要的平等 跟我們去幫助的時候 程度的不一 其實是沒有一個直接的關聯 純粹是因為我們信息不中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如果關外座擴大大圍 就是只有那四個顯正的view 又或者我們可以令到文化改善到 如果個人本身不舒服 她開口出聲 然後請那些關外座的人 可能可不可以一樣做 這樣來控制關外座的話 那是不是就等於關外座的 演成指標 帶來的問題 全部沒有了呢 那你所說的不平等問題 是不是都不存在呢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反方 剛剛那一場 是應該去做一個攻擊 不過很可惜的是 可能在這方面就比較不時了 總括而言呢 其實雙方呢 我覺得你們 應該要做的論陣 責任 以及應該要做的把握 都已經做了 只不過呢 是可以推進一步的 那希望你們跟著我們呢 其他比賽呢 就繼續加入我們 努力了 今天的比賽結果 已經是我手傷 現在由宣布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掌控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反方的第二副片王一飛 至於今天的賽果 政方得票為0票 反方得票為3票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反方天主教授 謝謝 謝謝